水母说电影 内涵你会懂 大家好 我是小飞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 国产恐怖电影 夜闯寡妇村 影片主要讲述 一群大学生误闯寡妇村 发生的种种诡异事件 故事一开始 寡妇村的白发叔 正在跟老王边喝酒边吹牛逼 白发叔就说了 这村里又死了一个大老爷们 老王说了都死了最好 这样群村的寡妇都是我的了 真是想法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老王刚出门 就被一个女鬼给吓死了 画面一转 水哥带着女友长发妹 还有几个机友 准备来一次毕业旅行 一共四女两男 这比例明显难得吃亏呀 到了晚上 他们无意间闯入了山中禁地 突然的撞击 车前突然掉落一个不明的物体 让几人陷入了一片惊慌 车子也打不着火了 于是几人来到了一个村子 为了更快地找到住的地方 大家还是选择分头找房子 然而这里处处充满着诡异 村里的人家里 不是供着灵堂 就是放着一个冒着绿烟的棺材 正经哥差一点被寡妇淬花 直接上了车 正经哥还是个小朋友 这事可把他吓得够呛 村民都不愿意搭理他们 无奈其人只好在村外搭帐篷睡觉 但是只有两个帐篷 水哥于世提出和长发妹睡车里 看着长发妹的小表情 这两人肯定不干什么好事 至于啥事我也不多说了 这边短发妹和正经哥 还是比较靠谱的 折腾了半天啥也没干 短发妹说要喝水 于是两人出来找水 结果两人掉到一个陷阱里 小滇只想说 秀恩爱死得快 不过还好被出来找水的水哥救了 话说出来自驾游 连水哥不带 火也是醉了 回来后才发现长发妹失踪了 几人又开始寻找 这剧情我也不想说啥了 就是没事找人玩呗 正经男找着找着又遇到了翠花 结果被翠花下了药 直接交了枪 果然村里的女人是老虎 遇见了你得躲 正经男回到村口时 一句哎呦我头疼 什么都不记得了 就结束了话题 几人寻找无果后 决定一起去护山寻找长发妹 龙套妹因为体力不支掉了队 结果被短发哥抓走了 水哥觉得不对劲 于是偷摸跟了过去 剩下的几人继续往前走 结果发现了一个化学工厂 正经哥哥短发妹准备偷偷进去查看 结果被一个猥琐大叔拿着木棍打晕了 水哥尾随短发哥来到一间屋子里 发现他的小伙伴们都被绑在小黑屋里 原来化工厂偷偷排放有毒的屋水 所以导致村子里的男人都死了 而为了掩盖事实的真相 他们只能通过装神弄鬼 让人不敢靠近 最后水哥直接拿起一根棍子 把短发哥打晕 几人在村里小男孩的带领下逃出了村子 也成功地报了警 化工厂也被查封 影片也到此结束 这部恐怖片 就当做一部喜剧片来看吧 看电影的时候还能小小缝字一下他们的脑残程度 还是比较有益身心的哟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夜床寡妇村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